邁遊中台灣特色商圈 剛剛換成盈盈要帶我們去的地方 他說很厲害喔 居然在商圈裡面就能環遊世界 要去哪裡呢 盈盈帶我們去的呢 就是 來到台中啦 嫁到台中介紹台中 美術園道商圈 剛剛介紹娘家 現在介紹婆家 哎呦 堅固了喔 你如果來到台中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美術園區 這個綠園道 你真的一定要來走過一次 這個地方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範圍就是在那個 美術館到柳川中間 它有一個林蔭的園區 林蔭大道 然後它中間有很多的草皮 然後兩邊種滿了樹 很漂亮 很悠閒 那這一區呢 主打就是異文氣息 非常有 腦厚 對 非常有氣質 非常有異文氣息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 在美術園道的兩邊 以前在早期美軍協防台灣的時候 其實是很多美軍的軍官 跟眷屬住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個 美術園道的兩邊 它其實是有很多以前早期的那種 兩層樓 然後有個庭院那種美式的建築 那那些建築很多其實是一直留下來 到現在變成很多的商家 他去把它改裝 變成他們的餐廳或是商店 對 你光在這兩條附近啊 餐廳啊 我真的講不完 你要吃上海菜 北京菜 客家菜 雲南菜 日式 泰式 然後義式 法式 美式 美式 開始環遊世界了 環步都講不完 反正你就有空來一間一間吃 你就真的都環遊世界了 自由式啦 想要選什麼有什麼玩 對 什麼都有 然後如果說你在這邊想選一間餐廳啊 我跟你講我真的 是只有現在這樣 真的介紹不完 但是如果要第一個介紹 其實真的不會很怪 它雖然東西很韓式 可是它其實外觀看起來是輕工業風 然後你一推門進去 哇 這就是網美店 你知道嗎 喜歡拍照的人 光這間你大家可以拍個八個小時 那這間店它其實價位不高 可是你看它很多東西 它其實是改良 它其實是創新的料理 然後重點我要講到 其實重點就是它的這個海鮮煎餅 一般海鮮煎餅不是用粉裹的厚厚的嗎 它不是 它是用海鮮用蝦子 給你疊的厚厚的一層 下面整層都海鮮 對 所以你切下去 你那側面就可以看到一隻一隻的蝦子 那本人個人最愛的有兩樣東西 一樣東西是這個 韓式炸雞 我跟你講它的炸雞 真的不是那種網美店的炸雞 它的炸雞真的不好吃 就是它的這個韓式炸雞 它的這個醬料 它其實就是這個甜辣醬 它就是直接從韓國 進進來的韓國原料 它那個醬汁真的是調得剛剛好 有一點點辣有一點點甜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炸雞 旁邊它有一個每天現銷的很薄的薯片 配著它這個醬 我跟你講這個炸雞真的很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 價格 這樣吃下來一個人大概多少錢 我跟你講它的每一道菜 大概就是兩三百塊 一家餐廳被你講成這樣子 哇那也是值得了 它真的是好吃的樣子 這個商圈附近啊 各種式的餐廳都有啊 今天已經就特別推薦了 這韓式的 很可摸像最強 很可摸像副強 好 韓式餐廳比較重點 所以我們環遊世界 然後剛剛還講說這邊蠻有文藝氣息的 那馬老師如果想要當個賈文青的話 你有沒有推薦的路線 其實一座城市之所以偉大 不是它有多少的高樓大廈 其實我常常覺得像紐約有中央公園 對 倫敦有海的公園 我們台北有大安森林公園 那台中雖然沒有大型的公園 可是剛剛提到的像美術園道 一直往南往這個延伸 包括這個綠園道 甚至草物道 它其實形成了一個帶狀的一個綠帶 道道道 我們講說台中非常重要的心臟地帶 就有這一條綠帶 好 其實就可以沿著這個走 那台灣美術館基本上 裡面有很多的展覽 可是它最精彩的 其實我覺得是在外面 它有非常寬闊的草原 還有包括沿途都有一些裝置藝術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很近距離的來做接觸 那沿著這個綠園道 或是這個美術館道來走 其實就在美術館對面 就有一個中性市場 這中性市場以前真的就是菜市場 可是也可能因為人口外移的關係 這個市場各位看到 現在變成很多什麼 藝術家進駐的一個地方 每一家店其實都不大 甚至你看到外牆 立面 其實就漆成很漂亮 很鮮豔不同顏色 走進去真的有點像那種紐約疏活區的這種感覺 規模不大 可是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一個創作作品在這邊 挖寶 也是很多文青或是這種小資族 他喜歡來參觀或是造訪的地方 那再繼續走就可以來到 也是非常著名網紅拍照景點 叫省紀新村 這其實也是一個老屋新生的概念 因為它以前是省府省紀處的一個宿舍 那也曾經荒廢多年 可是現在老屋賦予它新生命 在這個地方也有很多 包括餐廳 包括文創小店 很多人也會來這個地方 老的建築拍新的照片 也是感覺非常不錯 所以繼續沿著 周邊其實還有包括很多政府 台中市政府有舉辦這種所謂的綠光計畫 有很多這種小的商店 會讓你眼睛一亮 雖然規模都不大 可是往往也給自己創意 或是在這個發現的過程當中 帶來很多的樂趣 所以這一段道路你可以一直走 走到像綠園道 就是非常著名的台中 外牆全部用植栽的一家書店 那這個再延伸到草物道 可以走到科學博物館 整個走下來 既健身又有健康 又非常文青的感覺 真的 而且剛介紹的這台路線 剛好連程氣都用走的 都用散步的 天氣好的時候 在台中真的是很舒服 很舒服 變文青了 變文青了 對啊 所以其實蠻適合安排個 就是兩天一夜之類的 小旅行又來了 對啊 Sindy 那如果我要安排 這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住宿的地方 也可以有文藝氣息嗎 藝術人 接下來介紹的這一間 它號稱是美術館中的旅店 旅店中的美術館 也就是說你一覺睡起來的時候 想說 到底在美術館還是在旅店呢 搞清楚 搞清楚 就是這一間 精品的設計旅店 那這一間光從外觀看起來 就非常非常具有設計感 因為它外觀呢 設計師呢 是做得像一個方格一個方格 有點像是呢 軍鎧背後的這個布景 像橙窗對不對 對 就是這個概念有沒有 沒有就是很像俄羅斯方塊 一格一格很可愛 那最推薦大家呢 在這一個飯店裡有170間房 算蠻多的 必搶的是哪一間房呢 哪一間 就是在12樓的星空房 星空房顧名思義就是可以看得到星空 非常的厲害 打開房間一看的時候呢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設計旅店對不對 它整個的設計概念 走的是一種極簡的風格 很多的小細節呢 都透露出一些設計的概念 包括了像是衣架 各式各樣的造型 有圓形的 有方形的 有菱形的 很酷 非常的就是很有設計的 兼具實用跟設計就對了 沒錯 然後還有呢 大家想說筷子的那個水煮壺 對 一般壺不就是長一個水壺這樣 沒有我跟你講 它走的是一種很有設計風格 像那種歐風那種水管是細細尖尖 會這樣彎出去的 人家泡那種精品咖啡的那種快煮壺 對 然後那個壺呢 據說是荷蘭公主最喜歡的品牌 公主外的 所以進去之後 想當公主那樣 公主厲害就是 弄一下那個公主 那剛剛講到說這個星空房呢 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 首先要來看到 它總共有兩個厲害的窗戶 第一個窗戶呢 就是在這個小的這個部分 這個小窗戶呢 一眼望出去呢 可以直接眺望的就是台中市的美景 那最厲害的地方呢 是在下午夕陽西夏的時候 因為它的方位 剛好就是可以看到那個夕陽 所以在夕陽西夏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叮叮的看 窗外有個這麼大顆的夕陽 就在你的眼前 然後呢那個一個夕陽呢 染紅了整個台中的這個市景 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 住旅館有時候 西曬一下還不錯 對 夕陽是很有感覺的 對 然後看這個夕陽的感覺 很有浪漫的feel 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再來看到另外一個窗戶 就是這一盞 有沒有看到非常大的 在天空的 往天空上去的 如果當天天氣好 人平好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你把小窗戶關起來 把燈關起來 往上一看 滿天星斗陪你睡覺 非常的美麗 而且很浪漫 而且很浪漫 那看完這個之後呢 還有一個地方呢 必去就是他的健身房 健身房怎麼了 我跟你講他的健身房很酷喔 他打的是那種 螢光的那種藍色系的感覺 有點夜店風啊 有點夜店風 那個凍子 凍子 凍子 那音樂笑容就說 唉唷 就不適合我了 我以後 凍起來 凍起來 對 就是非常非常的時髦的感覺 那在這裡呢 他的早餐也很厲害喔 除了呢 他用餐的環境很舒適之外 他的用餐呢 一走進去他的餐廳呢 就有一幅很大很漂亮的花座在裡頭 那他這裡呢 走的是斑馬路線 他分了兩區 一區呢 是非常那個色彩繽紛鮮豔的一個區域 另外一區呢 就是斑馬時尚的黑白的時髦的色系的區域 那他的餐點非常的豐富 那建議大家呢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呢 可以坐在他的戶外區 因為你知道呢 他就是距離這個美術館的圓道的旁邊 所以他的戶外區呢 其實除了座位非常的時髦之外呢 外面就是被這個綠意盎然所包圍著 所以天氣好的時候吃著美食 然後看著外面這個綠色的景象呢 就是非常的舒服 那像這樣子呢 地理位置又好 又很有設計感的旅店 多少錢呢 一個晚上 台中的這個設計旅店 在這個市中心 一二三 來一個晚上 兩千啦 還OK欸 還兩千八對不對 含早餐喔 所以人家說台中啊 真的是飯店的一級戰區啊 這麼有設計感 而且價錢二開頭給各位做參考了 那我們就把兩天一夜 台中特色商圈呢 行程安排出來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呢 美術園到這裡逛一逛 下午到美術館啊 中心市場走一走 晚上入住新營這個設計旅店 接著隔天呢 繼續有這個文學館啊 還有呢 這個台中的行務所演舞場 最後呢就可以慢慢的準備回家了 好這個呢就是在營營介紹的 接下來第三位答案頁介紹 換成艾瑞克好了 來來來 艾瑞克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接下來呢要帶大家穿越時光回到過去 來一段懷舊的小旅行 所以剛剛呢是這個環遊世界的特色商圈 接著艾瑞克帶我們懷舊的特色商圈 到底在哪裡呢 怎麼玩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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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